大家好! 朋友们,现在你看,隔岁里面冷冷清清的 这是咱家鸽子得泄密炉的第三天 前天晚上发现的,一直到现在是没有吃湿 太可怜了 这只鸽子是从鸽友那边掏龙过来的 一两百公里,那时候发给鸽友的时候才两个多月吧 鸽友们能看出来,他又养了好几个月 他这个大条还在换 还在换大条 他能飞回来,他就是没有训放过,就是正常在咱家里加加飞啊 就这样,他能飞回来,我再给他点个赞,真的 他很厉害的 昨天晚上我又偷摸的给他喂了点粮食 他的分辨给那些 泄密毒的鸽子不一样的 就因为他来到咱家里面 他现在目前不能和咱家的那些 比如说放在仓库啊,或者是放在这个总格舍里面 不行的,因为他给这些得了泄密毒的鸽子接触了 又饮水了,你怎么弄 所以说只能和这些得泄密毒的在一块 哎,好可怜他们 也给他们用了一些抗生素的药 比如说青梅素啊,用上了 有的朋友说,你这样用上了鸽子很容易丢的 那也没有办法 抗生素的药,你不用的话 他们吃不消的 他要他们的命了 你看这个分辨 昨天晚上都是清理过的 这个应该是前天拉的 不是的 这种是前天拉的 哎 你看这就是大病 朋友们 所以说 怎么办 这个是防不胜防 其实我已经够心细的了 已经够心细的 没办法呀 那这个打比赛就是这样 因为 你们看我养鸽子养那么久 我也是新手小白 打比赛知道吗 所以说 不能看了不能看了不能看了 看着心痛 我是没有给他们吃的 从前天晚上看到他们吐食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他们吃的 就是给他们喝了点活菌水 昨天晚上是用针筒 打了一些抗生素 打比赛的鸽子 用抗生素是大忌 如果鸽友们家里面有的鸽子不舒服的 有鸽友那边 不打比赛用抗生素 可以来给我讲 我就不分享出来了 我可以到时候私信啊 给你们讲一下 但要是用打比赛 是真的不建议 这只是 给他们保命 真的保命 很可怜的 心痛的 打抗生素的那一刻很心痛的 最后我大哥说 没事的 到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样给他排出来 你一定要有耐心的 我说肯定有耐心 对鸽子绝对百分之百的 有耐心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 这就是咱家鸽子的现状 后期 打比赛有可能会很麻烦 他们80已经放完了 就这明后天 又要几个 放120 120咱也上不了 只能上200 或者是160 160不知道能不能敢上 后期不剃光头 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朋友们给我加油 加油